阿南达德威尼尔西姆卢·安南登 Ananda David Niersimlu Anandan 1957年3月23日出生 是一位毛里求斯作家 他出生于毛里求斯路易港 是多部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和散文的作者 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包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Ananda David Niersimlu Anandan 1957年3月23日出生于毛里求斯路易港 他是一位毛里求斯作家 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而闻名 这些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他是第一位用法语出版小说的毛里求斯女性 也是第一位在2010年评级小说夏娃语舌 赢得著名的美帝奇奖的毛里求斯女性 阿南达德威尼尔西姆卢·安南登的全名是 阿南达德威尼尔西姆卢·安南登 他于1957年3月23日出生于毛里求斯 他是一位毛里求斯作家 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而闻名 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荷兰语 他的笔名是Nanda David 这是他的名字和他母亲的娘家姓 尼尔西姆卢的组合 阿南达德威尼尔西姆卢·安南登 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他于2009年出版的小说 《走出废墟的衣服》 小说讲述了年轻的毛里求斯妇女 伊夫伊夫努力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世界 小说探讨了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主题 并因其对毛里求斯文化和社会的生动描述而受到赞誉 阿南达德威尼西姆卢·安南登的国籍是毛里求斯 他于1957年3月23日出生于毛里求斯 也被称为阿南达德威尼 他是一位毛里求斯作家 用法语、英语和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写了多部小说 短篇小说和散文 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